探索未知的世界 寻找历史的大云 乘风千年的谜团 挖掘未复的真相 今日我们能够开启 大鱼集团 带你探寻未知的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鱼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月球空心论 月亮的饲养和皎洁 淡薄与宽容 感动着我的灵魂 先动为人类心底柔软的深处 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 月球可以说是 维持地球生命活动 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如果没有了月球 地球上的生态系统 就会慢慢的崩溃 到最后导致地球上的生物灭绝 从古到今 对月球的赞美一直不绝于耳 随着近百年来 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爆炸式发展 人类终于实现了 千万年来幻想的登上月球 但是 随着人类登入月球 开始慢慢发现 这颗每天抬头就能看到的天体 似乎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月亮女神是2007年 日本发射进入月球轨道的一个绕月卫星 上面一共搭载了15种仪器 科学家整理月亮女神探测数据 发现整个月亮表面 几乎都在释放出碳离子 科学家对其解释是 月球形成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这就涉及到月亮的起源的秘密 月亮诞生时候呢 没有人看过 月亮是怎么产生的 只有推测 这个推测有很多种 让绝大多数主流科学家 所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说法 月亮起源于一个被称为 特伊亚行星和地球碰撞 在太阳系刚刚诞生的时候 环绕太阳的轨道上飘浮着大大小小的陨石和小行星 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拉格朗日点上 有一个引力陷阱 这个陷阱俘获了大量的小行星和陨石 这些小行星和陨石聚集在一起 就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跟火星一样大的行星 被称为特伊亚 有一天特伊亚从这个引力陷阱里面飘了出来 然后跟地球相撞 从地球上飞出去的碎片 最终形成了月球 阿波罗登月飞船 从月球带回来的岩石样本上分析 月球上的岩石和地球上的岩石成分非常接近 这说明月球和地球的起源是有相关联系的 而且科学家在计算机上模拟碰撞结果 也证明了这种猜想 当然这种自然形成说也有一个缺陷 其中的一个缺陷就是 月球呢只有地球的影子 而没有特伊亚的影子 但是更大的谜团在于 月球这颗行星的结构的本身 月球的结构在岩石行星里面是非常特殊的 甚至在整个太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 太阳系内侧轨道的四颗岩石行星 火星 地球 金星 和水星的结构都差不多 都是有一层岩石外壳 下面呢有融化的岩浆 月球的天文参数证明 月球呢不是自然天体 科学家们发现 月球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天体 它比自然天体的卫星大得多 咱们地球直径是12756公里 月球的直径是3467公里 它是地球的27% 火星直径6787公里 有两个天然卫星 大的一个直径为23公里 是火星的0.34% 木星直径是14.28万公里 有13个卫星 最大的一个直径是5000公里 是木星的3.5% 木星直径12万公里 有23个卫星 最大的一个直径是4500公里 是土星的3.75% 其他行星的卫星 直径都没有超过母星的5% 但是月球却达到了母星的27% 这表明月球并不是一般的天体 所有人都知道 无论你在地球的任何地方 你都不可能看到月球的背面 根据计算 人类在地球上 最多只能观测到月球表面的59% 剩下的41% 是不可能从地球上观测到的 月球这种永远只有一面面向地球的行为 非常的诡异 而且有为天体的运转规则 就像月球在用某种方式监视着人类一样 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潮汐锁定 两个星球之间 它们只会吸引离自己最近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月球是人为或者是外星人创造的 所谓的潮汐引力 又未必不是它设计当中的一部分呢 月球不是绕着地球旋转 而是伴随着地球对转 其反常的轴向自旋 速度非常的最快 远远快于其他类似的行星 所应有的速度 一般天体卫星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的 而月球的轨道却是圆形的 我们知道 只有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它是圆的 地球对月球的引力 远远小于太阳对月球的引力 但是月球并没有被太阳吸引过去 而是仍然留在地球的轨道上 如果说月球是一颗宇宙中自然天体 那么它一进入太阳系 就会被各大无比的木星吸引过去 而不会跑到地球身边 所以很难想象月球是在宇宙中自然形成的 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时期 宇航员们在月球上放置了用来测量月阵的月阵仪 经过长达八年十个月的观察 科学家们发现 月球也有地震的活动 并且地震活动还相对频繁 在此观测的八年十个月当中 月球一共发生了一万两千五百五十八次月阵 最长的一次持续了数天 而最短的只有数秒 在对月球的月阵波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 科学家们发现 月球在月阵的时候出现了液压阻尼现象 这就说明月球的内部是空心的 并且还有液体的存在 正是因为这个实验 所以才诞生了月球空心论 甚至有人根据这一理论提出 月球可能并非是自然天体 而是一个人造天体 或者说月球可能是外星文明的监视器 或者是飞船 我们都知道月球自存在以来 它就用自身的引力为地球挡下了几乎所有的陨石灾难 可以说如果没有月球的存在 人类能否安然的度过今天还是一个未知数 关于月球表面的陨石坑 却反映出一个诡异的现象 所有的陨石坑深度都不会超过六公里 根据资料显示 月球上目前最大的陨石坑直径是1300公里 经过计算是直径60公里的巨石陨石砸下而形成的 如果这颗陨石砸向地球的话 它至少会留下不低于100公里的深坑 而在月球上 这颗极具毁灭性的陨石只砸出了6公里的深坑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登月计划中 宇航员把岩石样本带回地球 发现了更加离谱的事情 通过仪器分析 除了表面5公里是岩石以外 月球下面20公里处居然全是金属层 而且全是硬度极高的钛金属 这层硬壳的坚硬程度无与伦比 挡住了撞击在月球表面的所有陨石 包括铁陨石 曾经有一颗直径几百公里的铁陨石 撞击在月球表面 被这个硬壳挡住以后 融化了铁浆浮在了这个硬壳的表面 形成了一个面积5万平方公里的大铁饼 美国罗德岛布朗大学的一项最新的研究 似乎也证实了这个结论 经过模拟实验后发现 所有撞到月球的陨石都无法破坏月翘下20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说月球的月翘下20公里的位置 有一层极为坚硬的东西 挡住了陨石的撞击 这些实验和研究结果说明 如果把月球表面的岩石剥掉 那么月球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属的空心球体 要知道宇宙中自然天体根本不可能是空心的 并且地表下绝对不可能有一层坚硬的物质 正是因为月球具有这些自然天体不可能有的性质 再加上月球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生命活动 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所以这才让许多人认为月球可能是外星文明故意放置在地球旁边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地球成为一个能够延续生命的星球 事实上这种猜测除了有现代科学的实验证明 古代的诸多记载中似乎也能得到印证 这则记载大体的意思是说 有两个人在山中迷路了 他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白袍人 这个白袍人问这两人 知道不到月球是由七种贵金属制作而成 并且还说月球上亮的部分是由太阳光照射而成的 而且有八万多户人对月亮凹凸不平处进行修复 在唐代还没有天文望远镜的情况下 他们是怎么知道月球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呢 并且还说有八万多户对月亮进行修复工作 这是否说明月亮真的是一个人造星球呢 而那位白袍人是不是科学家们苦苦寻找的外星人呢 来自经朝的正史这一则记载 它大体的意思是说 在天会十一年五月遗仇日这一天 月亮呢诡异的脱离了平时的运行轨道向南飞去 然后没过一会儿就又回归原位 要知道古代能够出现在国家正史当中的记载 都不会是凭空捏造的 尤其是对天象的记载则是更加严谨 所以在天会十一年五月遗仇日这一天 记录天象的官员 他肯定看到了月球跟以往不同的运转方式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月球会突然偏离轨道的情况 但是这似乎表明月球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 是可以改变运行轨迹的 就像是被某种未知的力量操纵的宇宙飞船一样 对于月球呢 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等待着人类的探寻 而月球的出现也绝对不会是自然形成 它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 出现在了这个位置 帮助地球可以培养发育一代又一代文明 而地球呢 就像是一个实验室一样 在被某些高等文明所观察 无论是任何超越人类的高等文明 都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 也许一个星球对于它们来说 仅仅不过是一粒沙子 它们也正在拿超大的显微镜 观察着宇宙的一切 总而言之 月球究竟是外星的造物 还是一个自然天体 随着人类的科技不断发展 和对月球了解的不断深入 这个问题呢 最终肯定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 点赞 评论 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